今天叫老铁们做年夜饭的第四三道菜 凉拌花生 过年的时候要是搬上一盘的 配上两瓶小啤酒 那就一个字捞好了 首先准备二斤花生米 用清水给它泡一个小时以上 再准备几根奔起菜 然后给它切成定 一根胡萝卜给它切成定 锅里加入两勺油 凉油下入葱酱大料花酒圆中盛 再加一颗西洋菜 小伙咱们慢慢去炸 把所有的菜给它炸着干香 然后咱们给它烙出去扔掉 这个油就是料油最简单的制作方法 不论你是货馅还是拌凉菜 过年都能用得上 建议老铁们收藏起来 锅里烧点水 加入少许的精盐 一点食用油 这样汤的形态颜色非常翠绿 开锅焯水一分钟 然后给它烙出去用凉水投凉 锅里重新换新水 凉水下入花生米 大块的葱酱和大料 再少加一点精盐 开锅之后给它转小火煮八分钟 家们咱们在做这个凉拌花生米的时候 给它放一点料油 这样它味道更香 视频到这 能给小胖来个双鸡吗 就是朝屏幕点亮下就行 感谢大家 就给点一个 点一个 谢谢大家 花生米煮好 然后咱们给它烙出去 用凉水给它投凉 空干水分的花生米放个大碗里 再把芹菜和胡萝卜放里 加入半小勺的精盐 少许的鸡精 再加少半勺的香油 大半勺的咱们炸好的料油 用手上下给它抓拌均匀 吃的时候要是配上哪盆小啤酒 那可捞香了 最后还是那句话 关注小胖每天教大家做一道家常菜 感谢大家